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海外华人故事 他出生于1968年 我平时讲的很多的润美华人 他们最想得到的就是美国的身份 流利的英文 轻松融入那里的社会 没有文化沟通上的任何障碍 而今天我讲到的这位可是都拥有了 因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 说华人都不确切了 泛指意义上的还可以 但是仔细点可能得说是华裔 要说这样的出身 拿到现在让所有润人看了都眼中放光 甚至都要流口水的羡慕 可他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是一条让那些人一辈子打破头也想不通的路 他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出生 伊利诺州长大 在伊利诺伊大学 他先读的是计算机专业 20岁的时候 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计算机专业学位 转学新闻专业 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年轻美丽 用现在的话说可以躺赢了 但他非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1989年大学毕业之后 他在美国媒体界担任记者 又攻读了硕士学位 这次他选的是写作 我想可能一个人很难立刻想到 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 总有些曲折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阅历的增长 会一点点接近自己心中的理想 还有一种可能 这本来就是他最想做的事情 从计算机到新闻到写作 他终于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 而他的第一本书就是讲钱徐森的 注意他是会讲英语的 他的书是让外国人看得懂的 当时他的作品就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还得到了一些美国基金会的赞助 1996年那一年 风华正茂的他才28岁 他虽然出生在美国 但他祖籍江苏省淮阴区新渡口街道 小的时候就常常听到父母提到遥远的1937年 在大洋彼岸的一个叫做南京的城市发生了什么 还有会讲到他的祖父是如何逃离了那个人间炼狱 滔滔江水是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听长辈讲着过去的故事 他第一次看到南京的黑白照片是在1994年 那时候他就感到无比愤怒 他不明白的是既然的确发生了的事情 为什么在世界上就要有人去否认他 而且他发现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 居然没有一本书提及这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 他在美国出生长大 可以说他看到的几乎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纳粹 却没人知道本子在我们的土地上做过的事情 他对此感到震惊不已 于是他做了一个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决定 他要用英语把这些告诉全世界 就这样他花了近三年的时间 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的幸存者 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 并且前往北京上海杭州进行深入调查 事实上他说这本书能不能赚到钱我不管 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到 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时间来到了1997年 那一年有很多事情让我们难忘 对他来说有一个事让他心中波涛汹涌 那就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 1997年7月他终于去了南京 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 97年的12月 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一说问世 一经问世立刻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 因为那些外国人没见过 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段历史 是他的书把这一切讲了出来 那时候他在南京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 收集了大量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资料 以及从未出版过的日记笔记信函报告的原始材料 甚至还有当时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 也通过书信联系了当年本子的老兵 力图真实还原 一直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有关这段史实的宣传很少 声音太弱 他有这样的勇气在西方站出来 这种精神真的是太难得了 1998年他在美国一档节目中 勇敢的用英语质问本驻美大使 你们为什么不向中国道歉 并说应该有书面的道歉 如此的掷地有声令人钦佩 但也就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 他在美国说着西方世界不愿意听的话 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孤勇者 再加上他接触到这些血淋淋的事实 心理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在书写的过程中 他经常气得发抖 失眠 噩梦 体重减轻 头发掉落 他首先要面对 要了解 然后再说出来那些词 活埋 砍 在池中溺烟 挖 等等 相信每个去过南京纪念馆的人都深有感触 进去看一次都心情沉重 需要时间缓一缓 而他面对的根本不是我们普通人能想象的 更不用说书出版之后 有国外势力不断的骚扰和报复 他接到的威胁信件和电话数不胜数 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渐渐的他得了抑郁症 2004年的一天 家人说他失踪了 当被发现时 他已经在自己的车里结束了年仅36岁的生命 其实我犹豫了很久 要不要讲这个故事 一方面我自己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和准备的过程中 我自己不得不停下来好几次 我被他的勇气和执着深深的感动 是发自肺腑的感动 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我的这期节目 能不能顺利的播出 话说到这儿 我还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按照以往的惯例 我讲华人故事里呢 会用一个代称 但是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任何的代称 画名都不够庄严和尊重 所以在这儿我要告诉还不知道的朋友 这位女士的名字叫做张纯儒 她的名字值得我们所有人记住 过去我讲了很多的海外华人故事 有让人感动的 有让人啼笑皆非的 过程中我也收到了一些反馈说 在海外的什么华人 华侨华裔的 根本不配谈家国情怀 今天我提到的张纯儒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你身在何方 只要心中有祖国 都是值得尊敬的 有些人在祖国的土地上 却每天一阳怪气 比起很多在海外身体力行 做实事为国家出力的人 他们差了十万八千里 她用生命把历史昭告天下 可反观我们中有的人 还在网络上发表媚智的言论 如果他们看过张纯儒的书 就知道很多碍于尺度 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中讲出来的细节 会让你吃不下饭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当然我指的是有血性有良心的人 曾经在南京超过三十万中国人遇难 三十万啊 那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南京的遇难者能手牵手 那么这队列可以从南京一直到杭州 空间距离约为二百英里 他们流出的血液重达一千二百吨 可以装满两千五百节火车车皮 叠起来的话可以达到七十四层楼房之高 可是本子说了 那根本不存在 近些年我在西方国家的书店里 是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 或许我去的书店不够多 但华人作家的书呢 也不是没有 只不过我看到更多的是说我们不好的内容 还有一些隐藏公知 从我们社会垃圾桶里边找题材发书 对 比如某在国外能拿奖的书 才能在他们的书架上摆着 这不是颠倒是非是什么 到了今天我们怎能忘记历史 怎能忘记我们的英雄 为了换来和平所付出的鲜血 张纯如在书中写道 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 那个地方那个时间 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实体了 一具无名的实体 我想有的人可能注定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他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到了带给人无限力量的壮举 纵使生命会凋零 记忆绝不会被抹去 遗忘等于背叛 以史为鉴 勿忘国耻 无辈自强 1937 永始浮宣 最后我想说张纯如谢谢您 我们会永远记住您 我想这是我做自媒体以来 讲过的那么多的海外华人故事当中 最特别的一个